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搞到了一条亮亮的五花肉 我们来做一个炸酥肉吃的 炸酥肉很多人搞不懂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 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比饭店里面还好吃的炸酥肉 现在我们把猪肉切成薄片 大家可能会忽略猪肉皮 要把猪肉皮给去掉先 我自己的差点忘记了 好了 猪皮去掉了 现在来切薄片了 切好猪肉 我们来切点蒜末还有葱末 这样可以让它增加一些葱蒜味 吃起来味道会更加香 再加到这个肉里面 给它进 给它进简单的腌制 少许盐 一点生抽 一点福加粉 少许蚝油 然后上手抓匀 好了 让它腌制入味 我们现在来调个面糊 前面说了 调面糊是用什么粉 我们是用香炸粉 不用面粉也不用淀粉 一整包直接倒下去 撒入一个鸡蛋 一边加水一边搅拌 搅拌到这样 提起来有拉丝 现在调的稍微稀一点 等下刮起来会薄一点 这样会更好吃 这后面搞点食用 摇进去 这样炸起来更容易起酥 把这个腌好的猪肉放进去 拌一下 让每一片猪肉都均匀的走 裹上这个面糊 起锅刷油 撕下油温 放筷子进里面去 快速的抹泡就可以说这油温OK了 开始炸熟肉 一片片的放 我们首先把它炸定型 把它里面的肉也炸熟 第一步 火力不要开太大 我们是开中小火慢慢炸 火力炸熟肉 炸熟肉 炸熟和烤熟 已经有少冲烹熟 将来 Bombing willicher От 火力重 炸熟肉 烤熟肉我们就先捞出来 熟肉 controle全部炸熟肉 完成 arche package, TVs 乳酷 Creative 吸水 storms 这个 蓆熟肉Chat,就 fase бли Fighting requireTransICO 可以炸熟肉这样才会脆 后面再煮 Agora才会 ör熟肉 冒清烟了 放进去复杂 复杂的全程开最大火 因为这分量比较大 我们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有分量少的话 炸了三五秒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炸了大概有十来秒这样 颜色发生了 然后表皮 然后表皮变得发硬了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大家听的时候应该非常清脆 试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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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块